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订阅红建不动产制作每日晚上8点钟的越南财经新闻网 越南的通货膨胀压力在亚洲地区仍然很低 这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发表的评论 今年,汇丰银行预测越南的通胀率将升至3.7%,很有可能控制在4%的目标之下 根据汇丰银行的数据,今年4月份整体通胀与3月份相比仅上升了0.2%,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幅度也很小,为2.6% 并且仍在市场增长预期之内 报告也显示,越南正受益于重新开放旅游业的战略,4月份越南接待了超过10万国际游客,是3月份的3倍 政府已正式批准将国家信用等级提高至2030年的项目 在越南廉价贷款来源日益有限的背景下,提高国家信用是争取国际资金的必要方向 这也是财政部上周末召开的会议上强调的内容 简单来说,国家信贷将帮助一个国家以更低的利率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获得外国资本 就像提高国家信用等级将有助于国家预算获得巨大收益一样,企业信用等级也逐渐成为一项紧迫的要求 虽然在越南,目前获得国际信用评级的企业很少,而且按照规定,这个评级不能超过国家信用评级 去年,越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所有三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FakeMudis和SNP评为有展望的国家 越南的优势在于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 但是,想要在未来八年内将信用评级从投机提升到投资,还有很多挑战 但挑战总是伴随着机遇,驻红建不动产公司是一家驻越南100%台资的专业不动产公司 为您提供在越南住房、厂房仓库、办公司和工业地需求的一条龙服务 通过本财经新闻节目,红建不动产公司提供有关越南和世界金融、证券、商业和房地产市场的最热门信息 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也可以留言您的评论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节目见